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个上海姑娘 唐嫣 说到她的闺蜜 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杨幂 不过其实她还有一个神秘的好闺蜜 叫做吕依 最近演员吕依就发布了两个人合唱的视频 让大家发现了这一段 已经持续很多年的友谊 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 唱出了二人的关系 亲密无间的多年好友 作为一个演员 唐嫣在唱歌这件事情上 没有太多的信心 时不时地会忘词 不过吕依可是有着浓厚的兴趣的 甚至是最喜爱的一件事情 我很喜欢唱歌 这是我很喜欢 就真的很快乐 每天自己一天就感觉出了一张单曲 十天就出了一张专辑 说到吕依 大家也许并不是那么熟悉 不过她曾经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 都有过精彩的表演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2005年 田外飞仙女那个美丽大方的李赛金 姑娘 有何贵干啊 我 我是龙凤殿的赛金 今天是奇巧节 准备了一些糕点 来给老夫人贺杰的 直到2013年 外表甜美性格直率的吕依 在电视剧《X女特工》的拍摄期间 认识了性格相似的唐烟 在剧中两人饰演的是一段好闺蜜 在残酷的训练和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时她们也将这种关系带到了戏外 自拍 虎黑 逛街 探班 两人成了好姐妹了 在电视剧《锦绣卫阳》首播的时候 唐烟还去了吕依家一起观看 前段时间腾烟还和吕依一起拍摄了电视剧《时间都知道》 他们早已认定对方就是那个怎么吵都不会分开的好姐妹了 约了新天地便就不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